欠祝农历9月15号五辅3000岁圣诞主寺五辅王爷的山元安天宫 是台东离海最近的宫庙 信徒大部分都是渔民 主任委员表示 今年度农历14号晚间前来注售的有工数量不仅是历年新高 要让信徒带回去的平安米还高达了500公斤 176斤的平安硅还有30斤的发财船 更保佑信徒们余获满载 每年的农历9月15号为五辅3000岁的圣诞 农历14号晚间台东限年22间宫庙 纷纷准备寿逃寿面与鲜花 前来主寺五辅3000岁的山元安天宫向王爷祝贺 在欢腾的气氛下 庙方也点燃烟火之意 庙方表示14号晚间率先由有工表达祝贺之意 农历15号庙宇内可见到有工与信徒 献上的平安硅平安米及各式鲜花共果与寿逃寿面 活动将持续到晚间的平安宴为止 对对对因为今年有多 多了好几间都是陪友赞助的 来跟我们王爷一起庆生 刚好碰到今天又是国庆年假 所以说客人比较多 这是每年 每年9月15的 这一天是我们的 王爷的生日 有有去年就有了 去年就有好几个是美国 刚好来来这一晚 就碰到我们王爷的生日 也有跟我们参与一些活动 武辅3000岁 专长为看雨择地 素有三王好地理之称 山源安天宫为台东离海最近的宫庙 据庙方表示 信徒大多为渔民 今年度要让信徒宝贝带回去的平安硅 高达176斤 更准备500公斤的平安米 以及比往年更盛大的30斤发财船 我们这边大部分的信徒 都是渔民比较多 最早是我们要做个船 来奉献给王爷 大家越做越好 从小只的 现在做到现在30斤那么大 因为你说如果有一艘船 我们就每天平安的去抓鱼 满载而归这样 平安硅与平安米 保佑信徒合家平安 发财船则有让渔民平安 急于获丰收满载而归的含义 妙方表示 今年度前来祝寿的有工数量 为例年新高 平安硅与发财船的总金数 也比往年多 除信徒前来参拜外 因为庙宇位置在著名风景区 也经常可见许多观光客前来 妙方表示 欢迎游客共襄盛举 参与宝贝求平安硅活动 一同认识台湾文化 记者江碧任 台东综合报道